人生百態 娛樂開懷 歡迎收看《談笑餘生》 每個人的心中 好像都有一個同樣的夢 就是幻想著自己什麼都不幹 卻突然擁有一大筆財富 不過 也都清楚的知道 這只是白日夢而已 但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這個人 他既不是富二代 也沒有自己的生意 卻憑空有了百億資產 他就是李春平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看看他匪夷所思的人生經歷 1949年2月 李春平出生於江蘇淮因 他在21歲時成為溫工團的文藝兵 退伍後分配到了北京電影製片廠保衛處 因混血兒的外貌被北京電影製片廠的廠長汪洋看上 想讓他在一部電影中演一個美國軍官 但認為他鼻子太高 建議他去醫院把鼻子抹一抹 沒想到在醫院裡一位護士看上了他 並隱瞞了自己已有男朋友的事實 開始主動追求他 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他便和女孩談起了戀愛 後來女孩的男朋友知道後 約他出來單打獨鬥 仗著年輕氣盛 李春平把對方打傷了 因為這件事情 他被開除了廠籍 還被判三年勞教 半年後 在茶店農場 醫生看過他的簡歷 知道他因為打一架就被判刑 便給他開了一個證明 說他有危潰瘍 因此他獲得了保外就醫的機會回到北京 回到家後 家人不但沒表現出喜悅 父親還對他說 你現在這種身份 你下面還有四個妹妹 將來妹妹要畢業分配的時候 都要填正審欄目那一欄 為了你妹妹們 你最好暫時不要跟家裡人來往 對父親表示理解的他 立刻說自己可以搬出去住 於是 父親就在北京甘家口八號院找了一間房子 父親問他還需要什麼 他說 你再給我一張床 一個凳子就夠了 跟家裡斷絕關係後 女朋友也不理他了 此時的他可以說是什麼都沒有了 工作找不到 連最起碼的生活也失去了保障 別人的歧視更讓他心酸自卑 看到有些人出國發了財 他也對此有點動心 然而 出國需要錢 於是李春平便借了一套西裝 每天把自己精心打扮一番 來到經常有外國人出入的北京飯店大堂 夢想著能有一位外國人把他帶出國外 皇天不負有心人 1978年的一天 一位氣質卓越的老婦人走過來與他攀談 兩人聊得十分投機 從交談中得知 美國老太比他大39歲 他的丈夫和李春平的長相很相似 並說 有位算命大師說 他在東方能遇到真愛 就問他願不願意一起去美國生活 當時的他還是個29歲的帥小夥 看著年老色衰的老婦人便蜿蜒謝絕了 不久 他和一對英國夫婦去了英國打工 後來被汽車撞了 工作幹不成 只能主著雙拐 又回到了中國 本想著和美國老太的緣分已斷 哪知老婦人對他念念不忘 再次聯繫上了他 這次他不再猶豫 以楊子佳情人的身份和老太一起去了美國 李春平跟著老太下了飛機 迎接他的豪華車隊多達十幾輛 一字排開 接他們回家 當時他就被震撼了 雖然他不知老太的底細 卻感覺他非同凡響 在和老太相處的前四年 老太始終不告訴他自己有多少錢 包括迎接他們的車隊 老太都說是他租來的 還對他說 在他們美國 任何消費都是AA制 吃一頓飯十塊錢 一人掏五塊 讓他也這樣做 為了讓他放心 李春平就說自己要去找工作 於是他來到唐仁街一個飯館裡幫人刷盤子 一直幹了七八個月 才知道老太原來是在考驗他 看他這個人是不是在圖他的錢 當時他在飯館裡每天忙到夜裡兩三點 一天掙五十元 回去還要給老太三十元 以感謝老太把他帶到了美國 老太剛開始還不放心 會派人去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在幹活 久而久之 老太也放下了戒備 相處中 李春平有空就陪在老太身邊給他按摩捏腿 把老太當親媽一樣精心嗜好 老太卻把他當成情人和丈夫 後來才知道老太曾有兩次失敗的婚姻 李春平覺得他很可憐 為了讓老太高興 也就一切都隨他 直到兩人在一起的第八年 他才知道老太是一個好萊塢明星 在很多地方都有巨額財產 但是他對老太說 你的財富就是你的 我沒有興趣 有一次 一個曾事後了老太25年的黑人保姆 知道不知道 李春平也不甘示弱 對老太說 今天就衝你說這句話 將來你也不會對我好 我們在中國講究的是感情 將滴水之恩 湧泉相報 你既然這樣子 我就走了 說完這話 他把行李一搬 馬上就去了加拿大溫哥華 後來老太通過監察局找到他 哭著對他說 孩子 我錯了 你跟我回家吧 回去後 老太開始掏心掏肺的對他好 每天晚上都抱著他睡 他認為 既然自己把老太當成了親媽 媽媽要抱一下就抱吧 轉眼13年過去 在李春平的身上 老太也學會了很多 隨著老太年齡越來越大 他的脾氣也越來越暴躁易怒 特別是知道自己患了乳腺癌後 動不動就對他發脾氣 不過 李春平卻不願怪他 知道他心裡痛苦 他是知道自己時日無多 不捨得離開他 才把怨氣都發泄給了他 為了撫慰老太的心情 他對老太說 媽媽 如果你真的喜歡我 就在我的水杯裡放些藥 我心甘情願跟你走 聽李春平這樣說 老太哭得特別厲害 講到這裡 李春平也是氣不成聲 雖然到老太去世 李春平都沒愛上他 但他對李春平的恩情 卻讓他甘願用生命回報 在臨終前67天 老太與他登記結婚 並讓他繼承了上百億的財產 以及三幅畢加索和一幅梵高的名畫 算是對他13年真心陪伴的補償 老太臨終前 李春平把自己的臉放在老太臉上 就這樣 兩個人在一起待了27個小時 看著痛苦的老人 李春平附在他耳邊對他說 你放心吧 我陪你一塊走 老太點點頭 一遍遍重複著說 我在天堂等著你 然後安詳地閉上了眼睛 一直到老太生命的最後4個小時 李春平才喊他為老婆 也許正是這句稱呼的改變才讓老太去得那麼安詳 關於百億遺產 他只留下70億 另外30億分給了老太的子女 然後手握巨額財產 在1989年回到了國內 回到國內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人均年收入只有幾千塊的90年代 豪至2000萬 買了3輛勞斯萊斯 他最喜歡紅色的那輛 不是因為喜慶 而是因為他是國內第一輛勞斯萊斯敞篷跑車 而且還砸下重金 給他配了一塊看起來就無比尊貴的車牌 除了車 房子也是富豪的標配 李春平的豪宅就位於長安街邊建國門附近 總面積1500平方米 不僅面積巨大 裡面的配置也是頂配 各種古董古玩 還有游泳池 健身房等 並僱傭了20個保姆 10個保鏢 照顧自己的衣食住行 更令人稱奇的是 他看親戚們不知道自己有錢 就自己主動找上門 挨個給他們發錢 隨手就是幾萬塊 發展到最後 親戚們都不願去上班了 就指望李春平養活他們 知道李春平有錢 每天到他家求幫助的人都能排成長隊 凡是有村委會證明 證明他們家確實有病的 他都是來者不拒 對他們施以援手 此外 他還到澳門去賭錢 曾一夜輸過1.5億 不過 這也讓他猛然覺醒 再多的錢也不夠拿來賭 於是他改變思路 開始向各個慈善機構捐款 把一年4300萬的房租95%都捐了出去 曾以每天7萬元的數額 在20年間累計捐款6.3億 成為捐款最多的百年慈善第一人 對於給予自己巨款的明星老太 李春平始終不願向媒體透露 他說這是他對妻子的承諾 後來當聽說他想擁有一個自己的孩子時 很多年輕女孩都找上門 有兩個92年93年的女孩主動提出要給李春平做試管嬰兒 當時63歲的李春平第一次試管嬰兒卻以失敗告終 醫生讓他三個月以後再來 說一定會成功的 他還滿懷信心地說 我將來要是有孩子了 我要教育他們更好地為祖國服務 把我的慈善事業進行到底 最終 一個叫韓凱一的女孩為他生下了一個兒子 但在隨後的一年 命運就和他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 擁有滔天財富的李春平竟然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後來韓凱一讓老年痴呆的他簽協議 指定韓凱一為自己的唯一監護人 所有的財產委託給了他打理 結果萬萬沒想到 保鏢竟然帶人把李春平從養老院偷了出來 也逼著他簽合同按手印 甚至還火速安排了一個剛來兩個月的保姆和他結了婚 一個有結婚證 一個有孩子 但李春平的妹妹們又出來了 大呼 你們都是騙子 李春平的錢該給我們 我們才是他的合法繼承人 對於這一切鬧劇 在清醒的時候 李春平曾說 我在老年公寓的時候 每天晚上都被人灌下安眠藥 而他簽署的那些協議 自然也是在意識不明的時候簽下的 從坐擁百億資產的巨富 到晚年被人爭奪財產 實在是令人唏噓 他的故事也漸漸被人淡忘了 但是 關於寵愛他的那位老太 卻一直被外界猜測著 有人說他是奧黛利赫本 也有人說是瑪麗瑪丁 甚至還有人說是卓別林的前妻 寶蓮高代 至於他到底是誰 以後也應該不會有答案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 歡迎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內容 記得訂閱點贊 我們下期不見不散